哈囉,歡迎收看公民丁,逸林新闊解決特輯 這支影片我們要講第14題 這題題目,如果你需要的話 可以先把影片按暫停看一下 不然我們表達先開始囉 這題提到了失業給付和政府試圖增加就業機會 並且問你這是保障留名的哪一種基本權利 仔細看一下選項 並不是單純的某種權利 而是四種情境 屬於比較複雜一點的題目 我們先分析失業給付和保障就業 失業給付屬於生存權 因為可以讓失業的人維持最低生活水準 政府辦職業訓練則是保障人們的工作權 這兩個權利都是屬於經濟上的受益權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選項 選項A講的是國民教育 因此這是教育上的受益權 B提到了組成團體跟表達訴求 所以這同時牽涉到了組成團體的結社自由 還有能夠表達自己想法的意見自由 C選項講的是罷免 因此是屬於參政權的部分 租選項是可以自由地搬到想要去住的地方 因此是居住遷徙自憂 到這邊我們發現四個選項裡面都沒有經濟上的受益權 所以我們就選擇最接近的教育上的受益權 答案選A囉 以上就是這題的講解 推薦你複習一下公民丁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介紹 我們把它分成了四支影片 你可以移到你不熟悉的複習唷 另外也可以參考一下105會考的第29題 考的內容跟方式也很類似 一定要多注意唷 別忘了訂閱公民丁的頻道 接收第一手的訊息 在影片上方的更多資訊裡面 有放這裡的VVT 如果是老師教學要用的話 也歡迎自我取用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